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ChatGPT等人工智慧应用需求的增加,拉升了对辉达H100、A100等高效能GPU的需求,这也促使他们增加在晶圆代工商台机电的订单,以满足客户的需求。 汇达增加在台积电的订单,也推升了台积电先进制程工艺的产能利用率。 此前就有消息人士透露,汇达新增的订单,已经推升台积电7奈米6奈米和5奈米4奈米这两大制程工艺家族的产能利用率,后者的产能是已接近饱和,如今甚至达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。 先前辉达,台积电预估近年订单不佳,因此在产能上相当保守,却未曾料到受生成是AI影响,市场对GPU的需求猛涨。 随着生成是AI的持续火爆,直接推动了市场对于Google TPU,NVIDIA GPU及AMD GPU的需求,导致台积电,AI相关晶片制造订单大量涌入,带动先进封装的CoOS产能扩产需求。 目前,台积电的订单已满至年底。 外资野村证券估计,回答今年对CoOS的需求,已从今年初预估的3万片晶圆大幅成长50%,达4.5万片。 野村近日报告指出,虽然先进制程成本增加减缓升级速度,但由于先进封装AP的重要性上升,市场正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。 CoOS技术原本用于高速运算等立级市场,主要客户为辉达、Google、超微及亚马逊,成本较高,每片晶圆约4000至6000美元,远高于台积电另一封装技术,整合擅出型封装info的600美元。 野村认为,今年第一季以来,市场对AI伺服器的需求不断增长,加上辉达的强劲财报超出预期, 造成台积电的CoOS封装成为热门话题,因为大多数领先的AI伺服器晶片主要使用台积电的CoOS封装技术。 因此,台积电CoOS年化产能将从2022年底7-8万片晶圆,增至2023年底的14-15万片晶圆,随产能持续扩充,预估2024年底将挑战20万片产能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6月的股东常会上表示,去年起,CoOS需求几乎是双倍成长,明年需求持续强劲。 而为了应对明年的CoOS扩产需求,目前优先规划把先进封装龙潭AP3厂,部分info制程转至南科厂,空出来的龙潭厂加大力度扩充CoOS产能,珠南AP6厂也将加入支援,扩充先进封装制程,进度越快越好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透露,辉达及台积电先前低估了市场对于GPU的需求,现有CoOS施制程封装设备,已经无法满足订单需要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称,晶圆厂消息人士透露,目前台积电已经紧急订购新封装设备,已满足至年底的订单需求。 不过,即使是当下台积电已经紧急订购封装设备,但设备本身交期,就需要三至六个月,因此最快年底新产能才能到位,因此未来半年将会处于缺货状态。 辉达等HPC客户订单旺盛,客户要求台积电扩充CoOS产能,导致台积电先进封装CoOS产能吃紧,缺口高达一至二成。 晶圆厂工具制造商消息人士的透露,台积电确实已紧急订购封装设备。 从消息人士的透露来看,台积电预定的就是Chip-on-Wafer-on-Substrate,即CoOS晶圆级封装设备,它们紧急订购,是为了满足挥大人工智慧晶片激增的需求。 值得注意的是,五月底就有业内人士透露,汇达人工智慧晶片需求前景向好,也立好后端厂商,相关的厂商对2023年的业务前景重新感到乐观。 在先进制成工艺的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同时,还紧急预定封装设备,也就意味着台积电将成为辉达人工智慧晶片需求增加的一大受益者,在晶片市场仍不乐观的大背景下,能显著改善它们的营收。 此前,汇达市值达到1兆美元,而当下随着汇达AI晶片的需求猛增,因此供应链相关厂商也能随之受益。 但考虑到台积电方面的交货延迟,半年内专用GPU市场可能会出现缺货情况,而第三方价格也会有一定上涨。 在此背景之下,市场盛传日月光,晶圆店可能分时高阶封装订单,对此,台积电也证实,确实有部分先进封装订单分给其他封测厂。 为这加强调,近期依应客户及时需求,的确用一些超越平常方法,例如,部分on substrate,OS委外转包应对市场需求,但并不是coOS制成转外包,台积电仍是专注在最有价值的先进封装部分。 不过,台积电委外给日月光承接相关订单,将推升日月光高阶封装产能,利用率激增。 为这加强调,台积电2奈米制成,2025年将在竹科宝山厂与中科厂量产,外界预期,龙潭厂规划扩充coOS制成,就是为了将来做整体考量。 由于coOS封装毛利率高,为这加指出,最近因为AIGC需求突然增加,很多订单到公司来,这些皆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封装,市场需求远大于目前产能。 现在首要任务是增加先进封装产能。 台积电6月的股东常会,董事长刘德一也表示,AI的第一次大发展是从2012年开始,主要是深度学习。 到2023年,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是AI的出现,是第二次大突破。 台积电目前也在使用AI来提升生产效率。 从AI对于半导体市场需求的带动来看,也令人振奋。 优德一说,台积电生意以前营收来源大部分是手机市场,直到2022年高效能运算HPC市场贡献的营收超过了手机市场。 这种现象,随着AI的发展会越来越明显。 当然,这并不代表手机市场会萎缩。 目前,AI主要用于数据中心的高效能运算,但是英特尔、辉达等都有提到。 AI应用将来会下放到手机与PC。 刘德一也同步证实,近期,AI需求增加确实使公司接获许多订单,且均需要先进封装,在市场需求远大于现有产能下,使公司必须急剧扩增先进封装相关产能因应。 由于辉达因应,AI需求热潮,增加对台积电投片量及后短CoOS先进封装需求,使台积电CoOS产能严重供不应求。 公司对此决议提前启动扩产,并对新云、万润等合作封测设备业者追加采购订单。 刘德一表示,虽然目前生成是AI占台积电营收比重还比较小,但对于台积电最重要的3DIC及先进封装业务,已经跨越经济规模,未来也会是另一块重要的成长动能。 刘德一既不指出,几年前,业界就发现半导体价值的提升,除了通过摩尔定律来提升效能,降低成本之外,先进封装也是增加半导体价值的方法。 在先进封装的研发投入方面,刘德一透露,台积电的研发费用四分之三都是用于先进制程,四分之一会用于成熟及特殊制程,而先进封装就属于成熟与特殊制程。 其还表示,台积电这两年就有招聘先进封装副总裁,目前台积电已经扩展至3DIC和先进封装技术,并以此帮助客户提升效能,降低成本,该技术将继续延伸5-10年,包括光学运算,Optical Computing,2D Scaling和3DIC级先进封装都会持续投入,两者会使台积电研发的两只脚并行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,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